大家好,我是战兰德 我们今天再来聊一个话题 华为 我不太清楚 当时因为华为刚出事的时候 就是被美国制裁的时候 然后把孟晚舟抓起来的时候 在加拿大是吧 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这么分析过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 我不是特别的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合理 但是也没有人说 我们来聊一下看看 就是说 大家决没决的说 华为和政府的关系 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有点 超越了正常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它 跟华为类似的中心 还有其他的 因为国内的中子所有的企业非常非常多 对吧 但是华为其实也不是中子所有的企业 对吧 它不是和那些中国开头的那些企业 名字里面带个中国的那些企业不一样 那也是纯的国企啊 央企啊之类的 华为还是私营企业 但是 但是华为 我感觉它超越了这个 正常的政府和这个企业之间的界限了 我们再看说 回到华为被制裁那个话题啊 华为为什么会被制裁是吧 它的原因在于说它卖给了伊朗是吧 绕过了美国的这个限制 卖给伊朗一些电子产品 是吧 这样子 就是刚好违反了美国的这个限制 所以美国要制裁它 等到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 把她 就是美国要求加拿大配合她是吧 这样引渡哈 大概是不是这么一个说法吧 把孟晚舟引渡到这个美国去 但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制裁了好几年之后 也没有 就从中美之间达成协议了是吧 妥协了 然后孟晚舟回来了 但是说我们看到说从孟晚舟被抓起来之后啊 被羁押 应该怎么说这个话题啊 你说她在滞留在加拿大的时候 实际上说华为的形象就一点点转换了是吧 就说她以前是一个比较出息的中国企业是吧 中国人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把爱国的热情 投射到这个华为身上了 就说爱党爱国爱华为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 好像华为这个地位一下子去提升了 因为华为做出了牺牲嘛是吧 连这个孟晚舟都被积压在加拿大的 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看啊 在任正非实际上她以前在采访面说过啊 她是希望撇清这个关系啊 不是撇清这个关系 就是说保持一定的距离跟这个政府 就是她说过这种采访中采访的时候 她说过啊就是华为是一个商业的公司 大概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她也不要说这个爱国热情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说转到华为身上了 是吧 她 我相信说华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公司来说 她肯定是需要跟中国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就是说不能没有边界感 在中国你要是跟中国政府有良好关系 是吧 就说有这种民族企业的这种 大家认为你是民族企业 是吧 把爱国热情投入到华为身上的时候 华为能占到大的便宜 对吧 因为她呢 华为的手机卖的这么好 跟跟大家有这种感情的关系有关了 对吧 就说中国企业 爱国的中国企业 有非常有出息的中国企业 是吧 但是我觉得她要在国外的话 华为要在国外的话 那她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题 巨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实际上欧美国家发达国家 他们对中国企业有一个担心 就是说她认为有很多中国企业是受中国政府支持的 中国政府资助的或者补助的 然后让这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因为她有政府的补助嘛 对吧 所以说她就有 她不用太担心盈利的问题 生存的问题 她先强占市场 所以说西方国家 她可能会非常非常担心这一点 他们西方国家 她不认为他们的企业竞争不过你 在正常的市场跨境下 她不认为她竞争不过你 如果她承认她竞争不过你 对吧 就是正常的市场情况下 她竞争不过你 那说明就是体制的问题 对吧 中国企业生活在中国 那如果说 搞了半天是西方国家这些企业 还有美国的企业 欧洲企业 她竞争不过你这些企业 那说明你的体制 社会主义这个体制 可能优越于这种资本主义了 他们并不认为这一点 他认为是中国政府 在背后支持这些企业 让这些企业在前期的时候 在它垄断市场之前 可以不计成本的占领市场 然后把别人击垮 这是他们最担心的 是这一点 所以说华为 回到华为身上的时候 华为就是说 那它跟中国政府 有这样的一个超越 正常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那它肯定在国际市场上 它就会被大家猜疑 对吧 咋样 我相信华为肯定是 如果说华为自己能选择的话 它也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在看到说 其实在华为之前 另外一个企业也出事了 是中兴 早些年的时候 中国有个顺口溜是吧 中国有四个电信类的企业 给电信类企业供应设备的企业 就是说 巨大中华 巨龙 大唐 中兴和华为 称作巨大中华 但是它的大小是 刚好是反过来的 巨龙最小 华为是最大的 在当时就是这样子 但是巨龙很快就倒闭了 现在剩三个 但是我们看到说中兴和大唐 实际上都是国企 就是它没有什么活力 跟华为比的话 就是说它肯定竞争不过华为嘛 然后现在就是华为可能比较出息一些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 华为是个中国企业 爱国企业 大家对它有巨大的支持 那你应该支持的企业可多了 中刺头开头的那些全国企 央企 是吧 华为还不是 华为说是民营企业 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在猜测它 在质疑它 认为它有军方背景 它不光有政府的背景 有军方背景 所以说 那它电信类的企业是吧 电信类的这个产品 它要用在 它5G类的产品啊什么之类的 用在欧陆国家用在美国 那别人会 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它的安全问题 有这么一个 比较准的一个说法 我看台湾的 电视节目上说的 它说 华为对它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说你可以去测 我可以把这个原代码 什么都给你去测 我们这个道理有没有后门 什么之类的 因为 你的产品用在人家骨罐网里面 是吧 如果说你这个 产品出问题的话 对英国 英国是用了华为的5G产品 什么之类的 就如果说你的这个安全有问题的话 那不是对 这英国肯定会是非常 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吗 但是说华为产品送简之后 就是别人测试的结果 这最蠢的说法是这样子 他说华为这个没有后门 别人测试的结果没有后门 但是 但是安全性很脆弱 别人很容易控制它 黑客很容易黑入它的产品里面 去进行修改什么之类的 你留个后门 说明你能力没问题 道德有问题 你想干嘛 是吧 配合中国政府 是吧 中国军方 如果说你有后门的话 没有后门 但是说你很容易被人黑客黑入 那说明你能力有问题 我觉得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爱党爱国爱华为 是吧 华为这个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是不是超越了正常的这个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